原标题 欧盟通过新法对抗美对一制裁外媒 考虑中国因素参考消息 网8月9日报道外媒趁美国8月7日重启对伊朗制裁后 特朗普在喊话 这次警告对象不只是伊朗 在欧洲企业纷纷撤离之下 迫逼伊朗接受更严协议的算盘能否打响 据俄罗斯未经网8月7日报道 俄罗斯国家现代思想发展研究所专家伊格尔沙特罗夫认为 欧盟在做出自己决定时 考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可能受美对一制裁 影响的国家的做法 报道趁8月7日欧盟更新后的阻断法令开始生效 它保护同伊朗做生意的欧洲公司免受美国境外制裁的影响 这位俄罗斯专家指出 欧盟立法机构早就通过了这一法令 但以前一直没有实施 伊格尔沙特罗夫认为 中国对伊朗的立场符合新的全球发展趋势 中国奉行独立经济政策的能力比欧洲要大 伊格尔沙特罗夫说 当然 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立场 已经不再把它视作经济方面的反应 而是一种政治立场 伊朗是中国的亲密伙伴 因此欧盟自然要考虑中国对伊立场 但这已经是全球趋势 做决定时考虑中国因素 原则上 美国同全世界开始了贸易战 不仅同中国 不仅同欧盟 不仅同俄罗斯 不仅同伊朗 报道趁 欧盟阻断发令生效后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 呼吁欧洲企业强化对伊贸易 以及在伊的经济活动 观察家们同时注意到 做出这一声明的场合 宣在了同新西兰外长文斯顿·彼得斯 在惠灵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众所周知 新西兰是美国在亚太的盟友 报道指出 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消费者 中国5月进口原油3900万桶 而今年头5个月的进口总量 同比增长8.2% 去年中伊贸易规模达到370亿美元 同比增长20% 另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8月8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 8月7日正式重启经济制裁 并扬言美国会封杀与伊朗做生意的企业 报道趁制裁实施当天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出警告 这是历来最严厉的制裁 到11月会提升到另一层次 任何与伊朗做生意的人 美国都不会和他做生意 无外乎 我是在寻求世界和平 伊朗外长扎利夫反击 斥责特朗普鼓吹单边主义 国际关系不是选美比赛 陈枪烂调的既怕世界和平 这已不是第一次有战争贩子 以世界和平之名发动战争 在伊朗问题上属英派的白宫国家安全护问博尔顿放话 伊朗避免制裁的唯一方法 就是与特朗普对话 并接受更严厉的协议 他认为 纵然欧洲政府仍想尽最后努力 抱着原来的核协议 但制裁明显已经对欧洲企业奏效 现在许多欧洲企业已经撤离伊朗 因为他们无法冒险丢掉美国的生意 报道趁 目前在伊朗六生意的美国企业为数不多 因此华盛顿这次制裁影响的主要是欧洲和亚洲企业 已经决定暂停投资计划的大型企业包括 法国石油企业到达尔 州州汽车制造商标志学铁龙 PSA 德国汽车生产商戴姆勒 等 报道指出 这次重启制裁影响伊朗金属交易 煤矿 工业用软件 地毯 航空和汽车业等 而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部分 则会在11月实施 8月7日制裁上路 当天 国际石油价格上升 反映市场优虑制裁导致供应减少 资料图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民众抗议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新华社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